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Mah 今天要討論2次市場的大市 第一是市 當然 你見到今天的市場的大市 大市 當然 你見到今天市場的大市 當然 你見到今天市場的大市 也很波動 第二就是恆子 這是值得開心的市場 對呀 恆子送升至9% 那你首先說說日為發生什麼事 今天我們見到市場的大市 現在是很波動 日元的汇价一度跌破了160美元的水平 但之后就有疑似日本央行的干预 当然这个是完全未经证实的消息 但路透社就说疑似 这个因素就导致日元汇价一下子升回500点 这个是一个很夸张的上升 我怎么看后向呢 当然第一件事就是 这个干预会不会是持续性质 或者是单一性质 这个很重要的 而最重要在过去一直拖着日元汇价的下跌 是因为市场在估计 联储局可能今年里面未必会这么早减息 未必会减这么多利息 这个反而是重点所在 所以除非这个核心的因素是有所改变 如果联储局真的要维持 今年去到现在市场估计 说12月才减息 甚至今年可能减减一次 如果真的这样 我相信日元汇价的压力 依然会存在 Belle 我们看到达入4月份 恒新指数表现得很理想 为什么呢 恒指其实在4月的时候 就上升了千几点 到现在 其实真的做得不错 你刚刚也说到 联储局最近可能放荒 可能都应批了一些 可能暂时今年没有那么快需要减息 原因就是因为通胀的问题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看到美股和欧股 其实都有些压力在 但是港股这边就不同气氛了 你知道内地中英都出了很多政策 一直都很支持资本市场的改革 之前就说央企要派多些股息 令央企一直的股价都守得很稳 再加上最近互联互通那里 有些新的进展 会放宽这么多的地方 令互联互通可以做好一点 在这方面 看到南下资金很积极 一直流入港股 一些科技大股和一些央企股 看到也做得很好 第二方面你记不记得 我在一个月前 我们这个节目 我跟你说第二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看回亚洲高息股 那亚洲高息股哪里最高的 你看回恒指的今年股息率 去到4.3% 这个全球指数你是找不到这么高的 原因都是港股都几年 都不是有大幅的上升 反而欧美那里升了很多 这边的股价很吸引 在这个环球有些不确定性的情况下 其实港股这边反而有资金流入 Aberra 恒指近期的理想的表现 能不能够持续呢 我觉得你见到环球的资金 都underweight了中资很久 中资股 其实在这个underweight的情况 大家都是在等一个机会 看看有没有可能会 就是你已经很underweight 都没有什么持有 什么时候会再买入 所以还有大量potential的资金 可以留回港股的 但是最重要就是基本面 如果内地的经济 可以做好一点 消费可以回复 地产那里不要再沉底 其实这个都给大家一些信心 可以令到资金再流入 我说完港股了 Ama 其实Yen现在这么坏 日本又放价 黄金周 你觉得投资者应该怎么做呢 是不是可以入市呢 其实日元虽然没错 现在是34年的低位 但是现在入市的风险 都是相当之高的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刚才我所说的 日本的核心因素 是未解决到的 那个因素在哪里呢 就是要看到联储局 真的去作出减息了 还有今年的减息的幅度会大了 我相信才能够令到日元回价 走强的 但是现在来说的 单是靠干预 我相信只能够令到日元止跌 但是未必有这样的能力 是令到日元可以上升的 是的 现在的市况这么波动 尤其在日元那里 大家入市真的要小心一点 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多谢各位收看 拜拜 拜拜